近年交通的問題是引起國家的關注 甚至是發起提倡經路路線的遊行 10位 現任領事網推動聯盟是正式成立 未來發表推動交通的安全 在民國80年代的道路甚至是比較好的規劃 就是還有實體的人行道 它有路源 它有右轉的車道 但是到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圖 現在的圖資資料庫它反而是沒有的 聯盟領委對交通的設施到安全意識 都會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加國交通相關團體成立領事網推動聯盟 未來推動交通的責任 郭班牙對華東和江州站 也會參加政府交通部門的會議 因為這好事後 是去女兒爸爸來到聯盟 並且對這次總統聯盟總統拾到發威 會有一定要把交通安全落在未來 市場的重點 但不然現在其實人本交通是一個 非常小眾的東西 對 那我們我們可能要把這個 同文城再渲染開來 交通安全基本法已經立了 但是這個安全基本法立完之後 它以下的作用法到底是什麼 作用法然後還有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等等到底是什麼 這個目前還不明確 當年白雲工師的交通安全 出境協會接觸 儘管今年政府開始 當時行人安全的議題 以外行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立法 不過以外沒有條件 像是青山街山的道路設計改善 也有在交通模範中 行政途中車流的更好 政府應該跟民安團體力量合作 一步一步驚訝令市網絡目標 記者 総合普通